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些宣扬自由民主的中文时政评论频道节目点击率锐减 如一个著名时政评论人的节目播出五六个小时点击率保存为一 一些节目点赞数昨天100今天变为10等等 这些还微不足道更令人震惊的一些批判中 共集权暴政和宣言自由 民主的频道陆续被YouTube通知取消广告收入 如博讯频道博讯直击和独家 夏夜良的频道经世纪名 陈破空先生的纵论天下以及黄河边的频道 黄河边播报等等 据悉 陈破空先生指得通过会员网站收入维持自媒体 在这场针对自由民主的精心围猎中 一个个批评中共的频道已经或正在成为待宰的羔羊 YouTube的突然断游使这些自由民主频道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不仅发展无望而且混沌疆场 指日可待 这些频道既没有暴力 色情也不存在侵犯版权 仅仅是时政评论 YouTube断游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言论自由的美国自由民主频道反被卡住了喉咙 成为民主自由的反讽 为什么中共的大外宣频道却紧急飘扬 凯歌高奏 YouTube这到底是演的那一曲 要破解这个谜团 或许我们还得说说八年前 Google与中共的爱恨情仇 2010年 以不作恶为行为准则的Google公司在中国遇到了麻烦 中国的言论审查与Google的自由言论原则发生了碰撞 并最终Google关闭了中国大陆的搜索服务 转用香港域名和服务器 从而事实上退出了中国 而这八年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快速增长 从2010年的3.03亿增长到现在的7.53亿 Google为它坚守的理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于是Google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 坚守初心还是重返中国 Google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2015年 谷歌前董事长兼CO埃里克·施密特表示 谷歌将在未来10年内用encryption加密技术 进入审核制度较为严格的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和朝鲜 2016年6月1日 谷歌现任CEO桑德尔皮菜表示 关于谷歌搜索等服务回归中国市场仪式 需要与中国政府方面进行谈判 并表示 如果我们能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谷歌非常希望能重返中国 Google开发者大会于2016年12月8日和2016年12月14日 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 2017年5月 中国乌镇围棋峰会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此活动是Google举办 自2018年8月 The Intercept报道Google正研发自我审查版的搜索App 此项服务将以Dragonfly蜻蜓为代称 该搜寻引擎会将中国政府认定的敏感词汇 图片或网站屏蔽掉 8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针对谷歌计划 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 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注 这位官员说 我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 或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马克尔·Rubio 与另外5名来自两党的议员联盟写信 要求谷歌公司做出解释 Google急切地重返中国想法 和近年来与中国的紧密互动 使人很难不联想到YouTube近来的闹鬼 2006年11月 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YouTube 并把其当作一间子公司来经营 美国知名智库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1月29日发表213页的重量级报告 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 提高建设性警惕 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 E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对中共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 大学 传媒 智库 企业和桥界 提出了警告 Bloomberg记者Eli Lake披露 谷歌雇佣中国人 发展中国监控项目 他认为 其中不乏中国间谍 在12月14日Fox新闻中 评论人士Robert C. Chileau先生认为 经美国安全 部门调查 谷歌的一批员工 均为中共官方服务 这些人鼓动谷歌员工返美 蜻蜓计划的真相是 怂恿谷歌研发 然后有中共间谍 剽窃其技术 面对YouTube对中文自由民主频道的打压 以及上述 逼者有理由怀疑 这不是商业行为 而是来自于中共的定点清除 YouTube已经被中共红色渗透 逼者希望YouTube公司能够对其行为 做出解释和改变 也希望引起美国政府和议会的高度重视 尽管自由民主的中文频道处境艰难 但这些自媒体人仍然坚守着 每天都有新的视频上传 批判中共独裁暴政的声音 没有停止 让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阳光 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是他们守望的梦想 危难时刻 我们需要共同坚守 优优独裁暴政的声音 无法抵达 入门